长寿花最爱喝一种水 四季不黄叶 开花呀一茶接一茶 说到养花呢 很多花友朋友都喜欢养长寿花 因为它观赏价值也比较高 开花的时候一团一团的 也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啊 这个长寿花的寓意非常的好 养在家里呢 也是象征着长寿幸福 不过很多花友也表示 自己家养的长寿花呢 开花少 叶片呢 瘦弱 长势差 还容易出现黄叶的现象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现象 该怎么办呢 或者说是出现了土壤剪花呀 土壤板结呀 都是不利于长寿花开花的 如果说是家里出现了这种 长寿花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给它自制一种水 那么这个水啊 就是肥皂水 加这个辣椒水 两者合二为一之后 我们用这个水来浇灌 长寿花的根部 喷洒长寿花的叶片就可以了 就能够让这个长寿花呢 四季啊 不黄叶不招虫 不招虫的情况下呢 长寿花就会长湿 非常的旺盛了 也能够让这个长寿花呢 开花呀 一茬的 接一茬 喜欢的花友呢 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